已故的女作家三毛 开创华文流浪文学的风潮 她的一生和很多神秘传说 紧紧绑在一起 跟西班牙吉丈夫何希的 凄美爱情更成为经典 当年的我的一个小朋友 何希他回来了 我快来得不得了就尖叫起来了 他把门一推开我发觉 满墙都是我放大的黑白照片 那个时候他们家是 膝塞的所以有百叶窗 因为年代已经很久了 那个百叶窗把我的照片 都弄成一条一条的 都发黄了 我看照片的时候 我再看到我眼前的这个人 我就觉得说 我还要谁呢 我这一生 谈到何希 三毛的语调总是轻盈快乐 两人婚后在沙哈拉沙漠生活 而她的作品也在这里达到巅峰 在她的身边 为什么我眼前看到的都是繁花市井 那么我的歌词里面 就有这样的句子说 花又开了 花开成海 海又生起让水淹没 我很爱我的先生 我结婚了 我总是把沙漠的日子呢 朝一种很美好的 很有精神的一个方向去描写它 事实上呢 沙漠的生活 如果没有我丈夫在旁边支持我的话 我相信那是相当艰苦的 两人生活的六年 充满欢笑幸福 但没想到一次潜水时 何希意外赏身 当她的尸体被打捞出来的时候 正是中秋节 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已经是半风了 我就握出她的手 一直跟她说 要勇敢 要勇敢 没有我的时候 你也要勇敢 我讲完这些话的时候 她的双眼里面流出鲜血来 她的鼻子 她的嘴 也流出了鲜血来 当时就是我一面擦我的眼泪 一面擦她的血 一面擦眼泪 就这样跟你 血泪交融 跟她这样血泪交融 就如好像万年前的那个初夜 我觉得我这一天 虽然爱过很多的男子 但是我跟了何希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是她唯一的女人 她也是我唯一的男人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打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